第十节 第十节 好 我们读经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 荣耀与我们同在 求你继续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无论讲的 听的 同德造就 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今天是第二次分享 出埃及记这本书 那么出埃及记这本书 我们可以分段成为 一到十一章 一到十一章是讲在埃及的事情 十二到十八章 是讲出埃及记的事情 出埃及的事情 十九到二十章讲立约 二十五到三十一章 就是指示会幕 三十二到三十章就更新约 三十五到四十章 就是建造会幕 所以我们可以分成六个大的段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是由我看待红海 由我看待红海 圣经上讲到红海 表示是一个阻拦 前面的一个阻拦 或者是一个大的困难 是人手不能胜过的一个困难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如何看待红海 也就是说 如何看待你的困难 摆在你面前的困难 你要怎么样去看待它 我们每个人 生命里面都有红海 每一个人 工作上都会遇到困难 家庭当中也会遇到困难 所以红海基本上 是永远摆在我们前面 除非我们不愿意前进 除非我们是停在那里等候 否则永远都会碰到红海 或大或小都避免不了 所以我们今天 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是 如何看待红海 也就是如何看待困难 国父是基督徒 国父孙中山先生是基督徒 所以他也说了一句 他说人生不由一者 十长八九 就是人生不由一的事情 十长八九 因此我们要学习 如何看待红海 如何来排除困难 如何来得胜困难 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显得十分的重要 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课题 以色列人出埃及 是神既定的计划 不是神不然人想到 他的选民在埃及过了痛苦的日子 才想出来要把他们带出来 不是的 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 是他既定的计划 他在出埃及记这本书里面 我算了一下 一共说了十七次 让我的百姓离开埃及 去侍奉我 让我的百姓离开埃及 来侍奉我 一共说了十七次 可见以色列人出埃及 是神既定的计划 这个以色列人要出埃及 想不到一离开埃及的时候 就要面对红海的困难 就要面对红海的阻拦 这里就表明说 神的选民也会遇到困难 今天我们是基督徒 基督徒也会遇到困难 不是新圣福音所传说的 信主以后不会有困难 信主以后不会生病 甚至信主以后 蚊子也不找你 那是不可能 我告诉你 你信主以后同样的 像以色列人一样 会遇到困难 所以困难对我们来讲 不是一件 距离我们很远的事情 而是与我们非常贴身的一件事情 至于以色列人出埃及 为什么一定要过红海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问的 那么记录在出埃及记第13章18节那里 告诉我们 他说神领以色列百姓 要道而行 走红海旷野的道路 哎呀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 神让以色列人出埃及 可以的要走红海这条道路 可以的要走旷野 他不是选择一条非常近的道路可以走 我们知道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从南塞一直南下走到苏格 走到苏格 如果他继续往南走 就不会碰到红海 或者他能够偏向走右边 向右边走 就是向东边走 也不会碰到红海 但是神却不走 带他们走一条比较靠近的道路 就是非力士 靠近海边那条道路 神不带他们走捷径 神却要偏偏带他们 走一条转向北北东方向 就是往上要到这个比哈西路前 这个密多河海的中间 对着巴黎喜分靠近海边的那条路 他们到了海边之后 就在那里扎营 他来到海边在那里扎营 神就使法老的心刚硬 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很多弟兄姐妹们在这节经文当中 好像神故意要他心里刚硬 其实原文比较接近说 神允许法老的心刚硬 所以他心里刚硬 他就后悔 当初为什么要放这个 所以以色列人走出埃及 那现在想一下他就后悔了 同时他又得到误判的消息 说以色列人走迷了路 在那里兜圈子了 所以他就新兵亲自率领他的军兵 马兵并且战车六百辆 为了当时战车六百辆 这实在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就要来追赶这个以色列的百姓 在对着巴黎喜分 靠近海边安营的地方 以色列人的军兵 埃及的军兵就追上了以色列人 这样神就把以色列的百姓 带到一个前有红海 后有追兵的绝地里面 我们如果稍微有一点军事尝试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一个部队前有红海 后有追兵的时候 几乎是没有希望 几乎是走到尽头 一定会失败 所以神就这样 把他们带到这样一个 在人认为是绝境的环境里面 至于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 为什么要叫摩西 把以色列人带到红海边上 和不走进路 根据十三章 那里也告诉我们说 是要防止百姓逃为埃及 他说我不让你们走 接近 是怕你们遇到战争 就不愿意往前走了 就回到埃及 说实话 几百万的人 两百万的人 如果遇到困难 我相信 至少 不要说一半 也有三分之一 说我不去了 我要回去 这是有可能的 另外还有隐藏一个动机 神隐藏一个动机 也就是神的智慧 隐藏的智慧 这智慧是什么呢 也许他要借助 过红海这一个神机 把埃及的军兵一举剑灭 那等到以色列人过到红海 过到这个过了红海 到旷野的时候 他们追来把他杀了 就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就可以避免这种事了 不要想一想的话 还是不服气 赶到旷野 把以色列杀了 也是有可能 我相信这里面 隐藏着神很多的智慧 但是不是我今天 讲到的主题 所以我们就点到为止 我今天讲的就是 如何看待红海 如何看待红海 我就用四只眼睛 四只眼睛就是四种不同的角度 来跟大家分享这段信息 首先我请各位看一下 第十节 第十节这里讲什么 第十节说 法老临近的时候 以色列人举目观看 埃及人赶来 就甚惧怕向耶华哀求 这里讲到一个 当埃及人 追到以色列人 银房的周边的时候 以色列人第一眼看见的是什么 第一眼看见的是追兵 第一眼看见的是敌人 第一眼看见的糟糕了 完蛋了 敌人追来了 然后呢前面又是红海 没有地方可以走 死定了 这是以色列人第一眼看见的 所以把它就 归类成怎么样呢 第一只眼是失败的眼 是看见困难的眼 看见人软弱的眼 所以第一个眼 虽然圣经上也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也带了兵器 一同上去 但是他要跟法老那些训练有数 装备精良的军队打仗 那有一点是 鸡蛋碰石头 所以他们知道 他们自己知道 一定是打不过的 这就造成他们惧怕的原因 所以我们一看到 一去思想 心中就充满惧怕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惧怕的时候怎么样 力量就微小 所以惧怕就成为他们 一个失败的 非常重要的 一个绊脚石 所以他们就像 摩西发牢骚 所以难道埃及没有坟地 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 百姓开始埋怨了 你一句 我一句 两百万人 两百万人 在那里发牢骚 心中惧怕 口中有牢骚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想而知 这是第一种看法 也是我们一般人的看法 这种看法 只看见 眼前的困难 这种看法 只看到 人的软弱 这种看法 只看到 敌人的壮胜 所以把自己比下来了 所以第一眼就看到困难的 很难不被惧怕绑住 一个被惧怕绑住的人 终究是要失败的 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从这里学习一个功课 我们要知道 我们神的恩典 永远大过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困难有多大 我们神的恩典就有多大 这是我们一个人都应该认识的 对不对 但是在过去 他们没有圣经这本书教导他们 也许他们没有想到这些 但是今天我们天天读圣经 圣经中一次又一次 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 我的恩典够你用 Amen 是不是告诉你旁边座位的弟兄姐妹 你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你知道吗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所以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必惧怕 Amen 再跟他说一句 遇到困难 不必惧怕 接下来我们来看摩西怎么说 摩西他说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看 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行的救恩 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 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作声 这里又一个看 这个看是第二只眼睛 那第二只眼睛 是什么呢 是什么样的眼睛呢 第二只眼睛就是信心的眼睛 看见神大能的眼睛 看见神救恩的眼睛 哈利路亚 这两个眼睛 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眼睛 跟刚才第一眼是不一样的 那么摩西信心的眼光 看见神的作为 看见神的大能 大过世界的困难 也就是告诉我们说 只要看神的大能 不看人的远若 这是一个得胜的基础 我们今天 凡是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看见的是神的大能 我们不看人的远若 这是我们得胜的一个基础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你一定要学会 你一定要学会 遇到困难的时候 看神的大能 不看人的远若 也就是不看 我自己的无能 属灵的眼睛 基本上是不能乱看 右眼的眼睛 也许有时候我们会 时常乱看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基督徒 还有一双属灵的眼睛 你这双属灵的眼睛 不能乱看 那你要看什么呢 你要看神的话语 坚定在神的话语上 我们就拿摩西来讲 摩西他知道 神要他去带领 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 说个若干事 你让我的百姓出去 侍奉我 让我的百姓出去 侍奉我 而且他也非常知道 出埃及 是神的旨意 既然是神的旨意 就不可能有人可以拦阻 既然是神的旨意 就不可能让 以色列人 死在红海 或者死在这个旷野 绝对不可能 哎呀 许多时候 神告诉我们的话语 我们也知道 但是我们却不信 我们不相信 神可以带我们出来 我们不相信 神可以这样救我们 所以我们失去了 很多的机会 就白白领受了 许多不必要的痛苦 流了许多不必要的眼泪 摩西不是这样 摩西他定睛在神的话语上 他就非常有信心 接着他又说 你们今天看见埃及的 你们今天看见埃及的人 必永远不再见了 哎呀 他不但是看见神的大人 他能够透视神拯救他们 最后的那个结果 那个结果是什么 埃及人不再见了 不再见了表示什么 都要死掉了 也就是说 以色列人得救了 埃及人灭亡 所以摩西这样大的信心 这样一双属灵的眼睛 你羡慕吗 老实说我是非常羡慕 像摩西这样 有这样敏锐的属灵的眼睛 和信心的眼睛 我们因为缺乏这个信心 缺乏这样的眼光 所以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敢依靠神 只好依靠自己 一个属灵的人 一个基督徒 遇到困难的时候 只知道靠自己 台湾话讲靠北了 靠北翻成中文 翻成国语 我还不会翻译 所以我们遇到困难 我们要知道 依靠神 用信心去依靠神 信心从哪里来 摩西的信心从哪里来 摩西的信心就是 他有一个愿景 神要叫他把老百姓 把以色列的百姓 带到离开埃及 去侍奉他 这样一个我们今天叫做愿景 这样一个愿景 在他的脑海里面 始终浮现在他里面 因此他遇到了困难 他就抱着信心 在生命挑战当中 站立起来 生命遇到最大挑战 他仍然站立在那个地方 这个愿景就成为 他力量的一个支柱 这叫做信仰 我们今天就缺乏这样 我们今天如果遇到困难 是不是信心在我们里面 有一个愿景 我们的愿景是怎样 怎样 也就是今天我们教会 神带领我们走的什么道路 我们想的那个道路 想的那条 那个结果 我们持东持守 怎么样遇到困难 都不改变 这次信仰 当你有这样的信仰的时候 凡事都可能 在人有所不能 因为靠神 凡事都能 所以我要请问 各位弟兄姐妹们 你遇到困难 什么时候 你想到这些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什么时候 你放下你自己的能力 放下你自己的知识 放下你自己的想法 全然仰望神 所以摩西属灵 征战的原则 他就是 凡事遇到大困难 他自己没有办法 克服的后 最要紧的是什么 他说 要静默 要静默 要等候 这个时候 他讲静默 意思就是说 不要再发牢骚了 发牢骚没有用 安静 不要轻举妄动 要等候 等候神的话语 等候神来为我们征战 不是我们自己去征战 等候神为我们征战 等候神为我们施行 他的救恩 刚才我们不就唱一首诗歌 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须怎么样 重新得利 不要由音展示上腾 对不对 哎呀我们天天唱一些诗歌 诗歌也很熟 谁知道可以唱 但是我们的心 却不是这样 我们的行为 却不是这样 我们想的还是 靠我自己比较可靠 这当然 跟社会上的教育有关 我记得我小时候 17岁那一年离开家里的 我爸爸就跟我讲 我们广西话叫阿友 叫李季友 叫友 他叫阿友 阿友 阿友就是阿友 他说你永远记得 靠自己最好 最靠得住 不要靠别人 他都叫我说 你出来以后 17岁离开的时候 你凡是要靠你自己 不管是 医师住行 你都要靠自己 在人看 这是非常正确的 没有错 一些小的事情 我们教导孩子说 靠你自己 装饭靠你自己 洗碗靠你自己 不要老是叫妈妈 不要老是靠阿嬷 自己来做 那是指日常生活的事情 但是凡是遇到 超过我们能力所能的 你就不要靠自己 靠自己怎么能成就 前面的红海 你要怎么过 那个红海不是 湄公河 都要200米 300米的宽 那个海子 一看到那边 可能一万五季 那至少也有10公里以上 我们这里可以游泳10公里的人举手给我看看 就穿着泳衣我们也没办法游10公里 何况还要带着这么多的装备 是不是呢 所以他说你要安静 你要等候 等候神的时间 等候神 行他的作为 这是非常重要 等候是靠信心 没有信心的人 永远都不能等候 谈恋爱的人最有信心 我们约好 在哪一个 早期我们的话 是说在哪一个冰店 现在说在哪一个咖啡馆 几点钟几点钟 我们再见面 但是时间到了 时间还没到 早半个钟头就在那里等 等到时间到了还没来 再看过了半钟头还没来 再看过了一个钟头还没来 都一直等下去 为什么因为有信心 爱 爱的动力 一直等 一直等 等到了两个钟头 走友见面 哇很高兴就忘掉了 刚才等的那个痛苦就忘掉了 是不是这样呢 但是我们等候神来救我们的时候 那个敌人的军队一直往前走 你能等吗 圣经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 就是扫罗对不对 扫罗跟这个 撒母尔跟他约定 七点以后黄昏的时候 你等我来再来献祭 这个他一直等 等到七点 等到那天下午 哎呀 已经是黄昏了 都还没有看到撒母尔出现 那敌人就在那边越来越靠近 自己的军队就看着状况不对 一个一个的溜走 他怎么样 像热锅上的蚂蚁 急得不得了 好开始献祭了 等不及了就献 一献祭的话 撒母尔出现了 他说你违规 接下来你王都要丢掉 所以等候是凭信心 不是凭你说我等候就可以等候 要凭信心 如果你有这个信心 神就要成全你的 成全你的祷告 成全你的美意 你自己的思想 接下来我就要讲第三只眼睛 那第三只眼睛我还没有讲以前 那为什么会有第三只眼睛出现呢 就是因为摩西有信心 等候神的作为 这一点我必须要花一点时间 跟弟兄姊妹们解释 有很多人问 神的恩典在那个地方 我们去领受就好了 没有错 我告诉你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孩子 将来都要到美国去留学 或者到哪一个大学去留学 我们希望那个大学有奖学金 几乎每一个大学都有奖学金 已经设定在那里 这是恩典 你要得吗 你坐在那里 他会给你吗 我们这里有哪个奖学金 那奖学金就 飞过来就放在你的 银行的账户里面 每年十万块 你去查查看有没有 会不会发生这个事 不会啊 那怎么发生呢 你要去申请啊 你申请的钱 再会来给你啊 才会批准啊 因此怎么样 神的恩典在前面 申请在后面 然后呢 祝福才领导你 那个信心是什么 那个信心就是申请 就是提出那张申请表 你在神面前你说 神啊我要 我要这个胜利 我要能平安渡过这个红海 我要越过这个困难 神说好给你 神早就把这些做好了 你可以 但是你都不去申请 你没有信心去申请 申请什么 那都是讲的完的 那你永远得不到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说 你们怎么都能够得到神的恩典 我都得不到 你得不到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信心 因为你没有申请 恩典老早就摆在那里 所以摩西非常了解这些事 他告诉百姓说 安静 等候 神必定有作为 神必定要拯救你们 于是神看到了 马上恩典就临到他 我们来看看怎么样临到他 这是第三支言 到了成根的时候 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军兵观看 使埃及军兵混乱了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了 难以行走了 以致呢 埃及人说 我们从以色列面前淘宝吧 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 你看到没有 神只要在云火柱中 这么看他一眼 以色列人就慌乱了 车轮就落了 士气就没有了 这个看是怎么看 我一解释你们都听得懂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啊 我曾经昨天也讲 我读书不是靠聪明 也不是靠努力 是靠一点小聪明 不是大聪明 有时候总是东苗苗西苗苗考试的时候 想要看一下偷看一下 老师在那边 嗯 他就嗯一下眼睛的话 我就赶快了不赶了 就是那个眼神 就是那个眼神 神就那个眼神 嗯 你埃及人做什么 我要让我的百姓 离开埃及 是要侍奉我 你来阻挡我 你是什么 嗯一下 全军都完蛋了 以色列人的军兵就怎么样 混乱了 一混乱的话东跑西拉的话 轮子轮子也掉了 轮子掉了更慌慌张张 这里补一下那也补一下 搞了这一团糟 就变成了 就变成怎么样 兵败游山倒 噼里啪啦的 本来是一个训练有数的军队 现在变成乌合之重 军心善患 毫无斗志 军机荡然 不停止飞 个人只想走个人的路 逃生 保命 所以第三只眼睛 是什么眼睛 第三只眼睛 是公义的眼睛 第三只眼睛 是私刑审判的眼睛 你凭什么阻挡我的军队 阻挡以色列人走出埃及 这是我既定的计划 我已经跟你讲了十七次了 你还不明白 你还要这样做 所以我就向你观看 怒眼相向 神怒眼相向的时候 有没有好结果 不会有好结果 我爸爸怒眼向我相向的时候 我都怕得不得了 因为我爸爸有蛮有权威 只是今天我们都没有那个权威了 我就一直怒眼看 我们的孙子 他还是做他的 但是神的眼不是这样 神的眼是火 神的眼是闪亮 嗅一下过去的时候 哪一个可以挡得住 说是公义的眼 所以以色列人看到 耶华行的大师怎么样 心里就高兴对不对 所以第三只眼 是公义的眼 那些行耶华眼中 看为恶的 发老王的军队 发老王的军兵 审判就临到他们了 我特别说用 行耶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因为我讲第几只眼 就把一个眼子给他加进去 他们行耶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抵挡神的旨意 阻拦 以色列人出埃及 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所做的许许多多 何尝不是 抵挡神的旨意 神让我们走这边 我们便不走 神让我们不走这边 我们便要走 小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细节 都很多是这样的例子 小到我们 礼拜天来聚会 都很多这样的例子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晓得 我们所做的 没有一件是 违反神旨意的事情 每一件都是 遵行祂旨意的 以色列人的军队 以色列人都上了岸的时候 耶华就对摩西说 你在向海身上 叫海水 合在埃及人的这个车辆 马兵身上 这时候呢 水就为流 就淹没了 埃及人的车辆和马兵 那么这些 以色列人就下到 这些 跟着以色列人 下到海里面的埃及 这个全军 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就被水淹没了 死掉了 所以这就是 埃及法老王 抵挡神旨意的一个 很悲惨的后果 他们所做的 也不过是 螳螂党居 就跟我们 许多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愿意跟神来对抗 不屈服神 然后我们的结果 也难免跟 法老王的结果是一样 所以这个第三只眼睛 是公义的眼睛 施行审判的眼睛 也叫做怒眼相向 是非常可怕的 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每一次聚完会的时候 牧师都会给大家一个祝福 里面祝福呢 有一句话说 愿他以笑脸看你们 爱你们 保护你们 哎呀笑脸跟那个怒视 是两个结缘不同的 我们需要的是神 笑脸看我们 爱我们 把我们抱在他怀里 我们不希望神是怒眼看我们 你又做错了 你又这样 一次两次讲不听还是做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 这个祝福多么重要 所以我们不要说领受神的祝福的时候 就草草了之 你要把它看成是一个真实的 是难能可贵的 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对我们来讲 不是我们配的 而是神定义要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领到 一定要把它收下来 放在你的生命里面 成为你生命的一个光彩 接下来我就讲说完美的救恩 完美的救恩 我们来看一节圣经 它说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 史诗都在海边的 以色列人看见耶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 就敬畏耶华 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 这里连着两个看见 看见 这是第四只眼睛 这第四只眼睛是什么 是敬畏神的眼睛 是看神级的眼睛 以色列人看见耶华 在他们身上行的大事 就心存敬畏 哎呀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感觉到是 是不拿到这个句子也没什么 但是你思想过吗 神在你身上 可曾行过大事 我相信一定有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甚至几次就都有 那反过来说 神已经在你身上行的大事 你已经用敬畏的眼睛来看待这位神吗 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 常常来学习 用敬畏的眼睛看待我们神 在我们身上所行的许多许多的恩典 这样我们唱起耶华 回火城的大事 这样才不会说是唱假的 那才是唱真的 所以我们来看 这四只眼睛有什么地方不同 第一只眼睛是失败的眼睛 是看见困难的眼睛 跟第二个眼睛是信息的眼睛 看见救恩的眼睛 所不同的在哪里呢 一个是乐观的眼睛 一个是悲观的眼睛 一个是有神的眼睛 一个是无神的眼睛 或者说是一个是有信仰的眼睛 一个是没有信仰的眼睛 差别何等之大 我盼望你们 弟兄姐妹们 所有你的眼睛是信心的眼睛 你的眼睛是 看见神大人的眼睛 可以在你一生当中帮助你 第三只眼睛是公义的眼睛 我们一定要相信 神是公义的神 神是公义的神 无论是我遇到什么样的委屈 我遇到哪一个人对我怎么样的不好 都不要担心 神是公义的 他必然在你这件事上 给你合理的来处理 你只要信靠他 你只要仰望他 只要交托给他 哎呀这个值得我们学习 所以因为公义的眼睛 我们就看怎么样 就变成一个什么 义与不义的很大的差别 义者得救恩 不义者灭亡 所以这样就给我们一个选择 我们选择怎么样 选择那义者 我们必要怎么样 得到救恩 得到救赎 得到帮助 得到胜利 如果我们是站在不义者那边 我们就必然悲哀 必然灭亡 所以这是我们很清楚 看见公义的结果 有两个比对在那个地方 最后 我们得到神的祝福 神的帮助 一定要心存感恩 因为 神是公义的神 我们不可以随便 在祂的面前 最后我就跟大家 来做一个结论 我们因为靠着这篇信息 我们知道红海并不可怕 在乎你用什么样的眼光 来对待他 你用失败的眼光 看见着软弱的眼光呢 还是看见神大人 看见得胜的眼光 然后你的信心怎样 你的结果也怎样 你信心十足 成就也十足 绝不会有任何的折扣 第二 我们的困难 比起一些类百姓 面对红海的困难 真是什么 大屋什么 大屋见小屋啦 算得了什么 红海那么大 人数那么多 实在是一个 非常困难解决的问题 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 神才会指示你 红海的困难 你想过吗 两百万人 走干地过红海 其中困难有多大 我请各位闭上眼睛 去思想一下 如果我们用数学的公式来计算的话 两百万人 神开了一条路 宽大约两百多公尺 我们就以两百个人 两百公尺的宽面宽 一排两百个人走过去 两百万人 一排是两百个人 一共有多少 有十万排 一共有一万排 一万排就是一万公尺 队伍的众生 有十公里的长度 加上小孩 身处 缓慢地走过 要四个钟头 从第一排下到水 下到海里面 到最后一排上了岸 要四个钟头 要四个钟头 也就是神指示 摩西 说你举仗 向海举仗 把水分开 以色列人要走 干地过海 到那一个时刻开始 举仗 一夜之间海水退了 然后老百姓过去 这时间算起来 至少要一天 才能够走完 所以两百公尺宽的一条 海道 摆上两百万人在那里 哎呀 多么壮观啊 你想过没有 我一直想这的时候 真的是不可思议 这么大的困难 不要说后面还有追兵 就是让我们 没有追兵的情况 走过去 都是一个困难 以色列的百姓下海了 追兵来到了 埃及的军民也下去了 神就借着怎么样 云柱 从前面移到他们的后面 就在以色列人 跟埃及人的中间 站立在那里 一边黑暗 一边光明 就隔绝了这两个 以色列人跟埃及人 使埃及人 没有办法在 海的干地里面 去伤害 以色列的百姓 眼看 马上就要追上了 神告诉摩西说 再举障 海水就复原 就把他们淹了 哎呀 这是多么大的难度 但是神做到了 神为他们征战 神为他们打赢这一仗 所以所有以色列的百姓 安全的都渡过去了 所有埃及的军兵 全部都淹死在海中 这个结果多么的完美 所以我们想到这么大的神迹 都可以成就 何况在我们身上 一些小小的困难 神不能成就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 红海 最大的是身体的健康 第二大的是家庭 食和 第三个困难 是经济短缺 但是许多时候 我们却把经济短缺 摆在最前面 其实不是 是我们的健康 最大的困难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健康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想到 以色列人的困难 跟我们的困难 真是小屋见大屋的时候 所以我们 恳求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你要学习 摩西信心的眼睛 第三一点 摩西怎么样 耶华怎样吩咐摩西 摩西就怎样行 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神告诉摩西怎么样 什么时候举障 什么时候再举障 什么样子 他都完全照着他的吩咐去做 这是我们最大的学习 我们如果学会这点 我们就 胜过困难 得胜困难 我们就有把握了 所以顺服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盼望 弟兄姐妹们 你能够从今天这个信息当中 可以学会怎样面对你的困难 如果你还有疑问 你可以再翻开出埃及记第14章 从第一节到三一节多读几遍 你就会看到亮光 你就会得到帮助 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 也很符合 也很符合今天这个信息的内容 这首诗歌就是 耶华行了大事 他说耶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 已经哦 不是还没有哦 是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 他铺张云彩 当遮盖 夜间食火光照 这就讲到什么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 过红海的这一段历史的故事在这里 但是耶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 他在干旱之处 使水流成河 就讲到他们在旷野当中 所以我们要欢呼 要诉说神的作为 然后呢 我们全然依靠神 神就施展大能 最后我们就不要得着胜利 于是我们就可以歌颂 欢呼 诉说祂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作为我们今天 给神的回忆 祝福音乐 我们先要大事 他在干旱之处 使水流成河 从到来 耶和华已经为 我们先要大事 他不长云彩 当遮盖 夜间食火光照 耶和花已经为我们信了大事 他在感旱之处似谁又成河 再重来我们站起来唱 耶和花已经为我们信了大事 他无常与才当着改 耶和花已经为我们信了大事 他在感旱之处似谁又成河 我们要反顾 我们来反顾 就说他的主谓 我们依靠神 我们要反顾 就说他的主谓 我们要反顾 我们依靠神 就能是站立的主谓 我们要反顾 我们要反顾 就说他的主谓 我们依靠神 就能是站立的主谓 我们要反顾 我们要反顾 要反顾 就说他的主谓 我们依靠神 就能是站立的主谓 耶和花已经为我们信了大事 为我们信了大事 他在感旱之处似谁又成河 我们要反顾 说他的主谓 我们依靠神 我们依靠神 就能是站立的主谓 我们要反顾 要反顾 就说他的主谓 我们依靠神 我们依靠神 就能是站立的主谓 不要反顾 哦 反顾 我们要反顾 哦 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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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他的主谓 我们依靠神 就能是站立的主谓 我们要反顾 要反顾 就说他的主谓 我们依靠神 就能是站立的主谓 我们要反顾 我们要反顾 就说他的主谓 我们依靠神 就能是站立的主谓 我们依靠神 要反顾 就说他的主谓 我们依靠神 就能是站立的主谓 我们依靠神 我们依靠神 就能是站立的主谓 我们要得做 要恍惚 处处大力作为 我们必要是人 救人十三大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